一票否决权到底多离谱 那是可以用一张否决票 把唯一合法战争机构安理会的决议 变成一张废纸 说是能反对全世界也不为过 但是你们是否知道 兔子之所以能拥有这个超能力 到底完成了哪些逆天的挑战 人打17个汤口扛把子 猛一狗 座有名是武功再高 也怕菜刀 你不再屌 一转太高 从小米加步枪的土包子 高手踹蘑菇蛋的大老兔 兔子能在全蓝星敬畏的眼光中 走向武昌的宝座 好的就是自己太能打 也只有被兔子痛点过的人 才明白这个人畜无害的兔子 到底能有多无论 而且最离谱的是 兔子只打精锐 没有武昌实力水平 那都没法让兔子痛快地使出全力 在1949年的时候 大英一度非常嚣张 才派出自己的军舰 强行闯入种花家的长江 被兔子警告后 还不以为意 既然你自己不体面 那就让兔子帮你体面 在一阵阵轰天的炮身中 大英的紫石英号 直接挂了白鸡 表示自己做错了 大英的求饶 只是一个开始 从今以后 绝对不需要 再跟我大声说话 就算是武昌又惹 兔子照样收拾你们 当彻底解放全中国以后 这个在联合国代表中国 坐拥武昌席位的兔子 就成为了最尴尬的武昌 而在不久之后 兔子熊啾啾气昂昂 跨过鸭路江 用自己的摆砖 让当时不可一世的印象 感受到了失败的味道 明明自己各方面都占据优势 却老是被兔子暴打 难道自己天生被兔子磕 这是兔子名扬蓝星的开始 把联合国军正面干脆 赢将高卢基和大英 这三个武昌 打的脸都丢完了 1962年 印度大白象的挑衅 对于兔子来说 不过是个甜点 我们只不过用了一个作用 就让白象的侵略战 变成了首都保卫战 自称亚洲一个的白象 同此梦碎 成为了蓝星最大小丑 到现在还没有缓过来 在1969年的时候 兔子又正面硬钢 横行霸道的毛熊 顶着毛熊的合额诈 用神级的患家战术 让毛熊不得不退让 可以说兔子不是一路走来 而是一路打过来的 武昌都揍了一个遍 蓝星之上 没人敢呼吸战神一般的兔子 而在我们成功试爆原子弹 龙云之声响彻蓝星后 兔子成为武昌 就是顺水推舟了 兔子用自己的实际性 告诉了全蓝星 靠自己的实力 就能把曾经失去的 全部拿回来 去 你知道 蓝星是自己争来的 不是别人给的